也前回 这上回书啊 给你各位说到 罗亚平如果遇到女干部 就激进的贿赂 狼狈为奸 如果遇到男干部 那么他则采用色诱加贿赂的手段 咱们上回书啊 给你各位啊 说过 罗亚平本身呢 就是个相貌平平 拔罕扑拉的主 但是他在背地里 却有一个混号 叫女中色狼 说在一次会议当中呢 他看上了一个年轻帅气 长相斯文的男下属 此人呢 名叫葛峰 比罗亚平小十二岁 是个有家有失的男人 但罗亚平一心 想要把他给搞到手 于是后 他先是提拔葛峰 担任自己的副手 每逢出差开会 外地考察 他都会让葛峰来随行 罗亚平很快就将葛峰 发展成了自己的群下之臣 他给了葛峰一百万的现金 让他摆平家里的老婆 免得后院起火 平时呢 只要是他有需要 一个电话 就能把葛峰叫到酒店 如果要比起那些男谈官的好色 男谈官怎么好色 只对女下属下手 罗亚平 那可真就不一样了 他是上下通吃 简直是疯狂 而不顾一切 说拿下葛峰之后不久呢 罗亚平又盯上了顺城区的一位主要领导 打算朝他下手 罗亚平起初呢 先给那个领导上贡 送钱送物 借机试探领导的底下 等时机成熟之后呢 罗亚平就该出手了 说这天呢 他假装随意的对那个领导说 那个今天晚上你跟我走 我呢 让你发一笔小财 那个领导还以为 罗亚平要带他去赌博呢 是兴冲冲的跟他来到了一家豪华的酒店 等进了房间之后 罗亚平从包里掏出了五万块的现金 然后啪 就扔在了床上 然后对这个领导就说 陪我一个晚上 这五万块就是你的了 可没成想这个领导 呀 居然同意了 至此以后 只要是罗亚平高兴 就带着领导去酒店开房 发点小财 最后啊 这名区主要领导 就成为了罗亚平的保护伞 帮他四处的周旋和帮忙 福顺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有一名帅气的男经理也被罗亚平给看上了 他非常直接的告诉对方 我吓中你了 只要你跟我好 什么事都好办 男经理看着跟自己亲妈年纪差不多的罗亚平 当时就懵了 逃也似的跑出了罗亚平的办公室 后来他经手的项目也理所应当的没通过 就这么点 罗亚平围脸男色的时候呢 是生疏不济 什么样的人他都敢下手 说在他著作的情人当中啊 甚至还有两个黑社会的小混混 他们的工作职责呢 一方面是供罗亚平取乐 另一方面则是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利用钱财和肉体当武器的罗亚平 在当地的关系往事越来越广 官职也是越升越高 成了区规划局的副局长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他竟然持有当地政府的公章 以及区长的个人章 可见他的手伸得得有多长 他的势力范围得有多么的强大 说就在罗亚平极度疯狂的大肆挥霍 享受酒吃肉林的时候 有关部门呢 也开始盯上了他 罗亚平收眼通天 很快就闻到了威侠的气息 他是火速的将自己的女儿 送到了加拿大定居 自己个儿则是花了二十万和以为夹击的华人 办理了假结婚的手续 也是准备一走了之 到国外去过逍遥的日子 2008年3月初的一天 说罗亚平正办理着移民手续呢 调查人员就堵住了他的去路 罗亚平就朝着调查人员大声的叫嚷 你们没有资格审查我 打电话叫你们书记王新国来 我要直接和他对话 他要是不来 我什么话都不会说 而且我还要绝食 为了不被判刑呢 他还妄想收买纪委 他对着纪委的领导是这么说的 那个你把我放了 我给你六百万怎么样 或者你开个价 要多少都成 只要你今天把我放了 我明天就把钱给你送过来 在公正清廉的纪委领导面前 罗亚平就宛如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他还妄想着能花钱把自己弄出去 实际上他的把戏对于纪委来说 那是完全没用的 2009年1月20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罗亚平一案 调查结果显示 罗亚平在2001年到2007年间 通过倒卖土地资源等等的手段 涉案金额高达1.45个亿 在他的名下 光房产就有22套 2010年12月15日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罗亚平因犯受贿罪等等的罪名 是恕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罗亚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次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上诉 维持了原判 2011年11月9日 51岁的罗亚平 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死刑 结束了他荒唐 而又疯狂的一生 回顾罗亚平的一生呢 都充满着金钱的铜臭味 和完全泯灭的人性 虽然想当年的三刀 没有要他的性命 但是最终呢 结果依然是注定的 因为 苍天饶过谁啊 好了 感谢您各位在收听故事的同时 能够帮主播点个赞 评个论 转个发 订个月 最好有月票呢 也帮主播投两张 好的 风尘案件 下个故事 吗